好 昨天晚上 網路上可以說是一片金聲尖叫 我很多朋友說 這是歷史時刻 美股大跌一度跌破 有沒有跌破2000點 有 美股大跌 跌破2000點 收盤就跌 很多人都說2200點 歷史時刻趕快截圖 真的很可怕 這個新冠海嘯打趴了美股 全球油價溜滑梯 我們先連線 我們現在人在美國 華盛頓的特派記者林佳輝 請林佳輝來告訴我們 美股到底怎麼回事 美國總統川普兩星期內 第三度到白宮記者簡報室 不過今天他停留的時間最短 沒有接受記者提問就離開 川普心情不美麗 當然跟今天的股市脫不了關係 油價暴跌 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擔憂 美股開盤就自由落體 標普500跌破7% 觸發熔斷機制 一度暫停交易15分鐘 那麼中廠道琼工業指數 崩跌2013點 是2008年10月以來最慘 標普500跌幅7.6% 納斯達克跌幅7.29% 為了穩定美國民眾的信心 川普強調會照顧美國大眾 也表示將向國會提出薪資所得稅的減免 以及其他經濟振興方案 包括補貼時薪勞工要自主檢疫無法工作的收入損失 那麼川普沒有透露細節 只說這個金額數字很大 另外在加州的至尊公主號狀況 船是已經停靠在加州的奧克蘭碼頭 船上3500人來自54個國家 有症狀的確診的優先下船 接著才是大約960名加州人 最後則是其他的人員 估計整個作業過程要花上三天的時間 那麼副總統彭斯強調 船上21名確診患者都有確實隔離 下船之後加州居民會送往 Travis軍事基地隔離14天 那麼加拿大和英國國籍 則是搭乘各自政府的撤僑專機離開 剩下的乘客則是分別送往 喬治亞洲和德州的軍事基地 隔離檢疫14天 那麼船上有兩名乘客 是已經對公主郵輪公司提告 求償100萬美元 他們認為郵輪公司在2月底 他們上船的時候 其實已經知道前一段航程 有兩名乘客確診 而且其中一人過世 但是船公司還是不顧乘客的健康 讓前一段航程的62名船員和旅客 繼續和大家混在一起活動 TVB新聞 寧家輝 美國華府報導 我們謝謝我們特派記者 告訴我們現在美國 關於新冠肺炎的狀況 以及美股昨天黑色星期一 的確滿慘的 請副總告訴我們 這個是23年來首建熔斷 什麼叫熔斷機制 是暫停交易15分鐘 對 在美股其實部分的市場 都會有一旦開盤 顯示不理性的下跌 就要先休息15分鐘 再重新開盤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意外的 像以往有一些地方爆炸或地震 這些都曾經會造成市場的震盪 不過回到到底現在是震盪 還是基本面應該擔心 的確三月份是滿關鍵的 因為如果就以往這個是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美國股市如果把修正做平均 其實差不多2到4個月跌13個% 這一次其實因為美國累積了 這麼多年的創新高 所以是一個月就跌這麼深 甚至幾週之內 一週之內跌這麼深 的確是最近 是比較大的一個幅度 但是如果談到熊市 或者甚至景氣衰退的話 如果是那個情境 也就可能還沒跌完 因為如果就S&P 大家看到全球經濟的一個 跟股市的龍頭 這10年就是從美國 從雷曼兄弟這個金融風暴 以來是已經漲三四倍 所以如果來看到現在的回檔 其實是回到去年5月8月 在2700點左右 是2019年的低點 就是兩次都是因為貿易戰的關係 所以目前差不多跌到水準是兩成 但是實際上如果來看到 就整個美國股市的一個漲幅 目前可以看到2700點 是一個觀察期 而且也是在2015年 上下震盪這一個底部 所以這個是一個觀察 觀察什麼 其實這個部分 有一些人在逢低承接 等待一些是政策的利多 包括是減稅 降費 還有川普提出來的 民眾最有感的就是 我的薪資所得也可以減稅 那會刺激消費 所以美國三分之二 GDP就是因為消費來支撐 所以美國會是最害怕 他絕對會不太 會做封城這樣的決定 會影響消費的 都是美國最關心 尤其今年是選舉年 以往的經驗顯示 當年的股市好或不好 跟能不能連任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川普 昨天應該跟投資人的心情 是一樣的 他會馬上釋出利多 所以接下來這個2700點 如果可以站穩 這叫做修正 如果是疫情沒有辦法控制好 是接下去發展 三月要看必須直穩 確診人數能夠維持 甚至下降 要持續一段時間 這對於市場來說 才有安心的作用 否則以往的經驗來看 所謂的VIX 就是市場沒有信心的話 恐慌的結果其實一個禮拜 以過去剛剛提到的這些經驗 一個禮拜跌一成 其實是平均值 但是在VIX觸高到35之後 也就是說 我們甚至昨天到了54 是非常恐慌的狀況 之後的一個禮拜 其實多數是呈現反彈 但是如果來看到 之後的一個月三個月 也曾經在2015年跟2018年 並沒有出現3到6個月 就馬上反彈 但是如果看到拉長到一年 即使不論是經濟有沒有 陷入衰退 或者是只是拉回整理 拉到一年的話 那的確就都是上漲的 一個機率是最高的 所以我們要現在回到現階段 最關鍵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保證 美國疫情到底會不會惡化 或者是受到控制 所以三月份 我們會建議投資人 如果是單筆的資金 你要保守 必到為什麼美國10年跟30年的 殖利率就是1%不到 0.3 0.5都還有人要搶 因為下禮拜跟4月份 現在預估連準會 都還要再降息 目前美國的利率是1.25% 有可能下禮拜跟4月份 市場預估會降四 降到0到0.25 所以就算現在利率很低 還是有資金願意進去 因為還有降息的空間 所以如果單筆的 當然如果你持股比重 還是非常高 你的確有反彈要調節一下 建議持股比例要降低 但是我們還是提醒 如果你是1年以上長線的 你本來就沒有資金的用途 是退休金 原本就在定期定額 其實你一定等得到 就像我們說 通常最恐慌的時候 反而是你長線布局低點 剛剛副總有告訴我們 美國可能會釋出一些利多 其實川普已經講了 他禮拜二會公佈 支持經濟緩和疫情的措施 什麼措施大家拭目以待 另外包括這個新奉稅 就是他們可能要減稅 要寬免 還有提供小企業的貸款 以及跟航空跟郵輪業者合作 因為這兩個行業 其實受到非常大的衝擊 另外我們知道 為什麼美國會發生 這麼大的股災 新冠肺炎當然是一個 主要的原因 不過靜因是這個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 以及俄羅斯 兩個強權在做油價大戰 所以讓我們的油價 讓原油價格跳 整個大跌將近25% 現在好像已經開始往上 慢慢漲 可是跟我們一般小老百姓 有沒有什麼關聯 其實對我們最相關的 就是現在是浮動油價 如果國際油價下跌 我們每個禮拜加油 加油戰的油價就會下調 這是對民生最有利的影響 所以川普也是回來說 油價降低以往對於消費 民眾是有刺激的 但是現在就發生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減少出門 還有航空 減少飛行 需求端下跌的影響 的確這個OPEC Plus的談判破裂 就是壓垮股市的 最後一根稻草 所以但是這目前就要來看說 在油價目前也是 也呈現期貨有反彈到33元 所以後續的確要觀察在能源 後續的一個表現 目前第一個是景氣 是比較弱的 需求減少 第二個如果真的在沙拉德阿拉伯 以及俄羅斯要進入價格戰的話 我們提到下一個支撐點 是2016年的低點是26塊 是30塊有可能會不保 目前30似乎開始有一點 逢低承接的一個買盤 但是可能對於比較保守的投資人 可能還是先觀望 但是如果就長線來看 我們也認為 沙烏地阿拉伯 就是全球的最低成本價是10塊 他不可能完全不賺錢 所以15塊到20塊 是市場在談的最底價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真的有跌破30 部分積極的投資人 你要承接一點是可以 但是另外就是說 可能要有心理準備 就是一成以內的資金 而且做好停損跟停利 目前因為需求端還不明確 那必須確定說疫情過後 整個需求會上來 飛機可以重新開始復甦 我想一定等得到 他反彈的那一天 只是時間多久 跟中間的震盪 你能不能夠接受 這個是投資人在入場 危機入市的時候 要特別留意的 是 大家有聽清楚 30塊跌破了 可能可以考慮 不過還是要非常的保守 非常的謹慎 不過我看到網路上 有些人已經做了圖卡了 說那我們也去加油對不對 比較拼命 網路上就是今天早上在瘋傳 大家就是在傳這個 因為這是一個 油價的試算的網站 大家就會去上面截圖說 預測下禮拜的油價 大概是多少 所以今天就有一個 這個截圖瘋傳說 大家預測 就是網友預測 下禮拜的油價 大概會大跌 就是大降3.8塊錢左右 但不過說實在 就是中油的這個計價公司 是以周圍為單位 不是以一天的為單位 當然這樣是樂觀的預期 但是其實油價下跌 當然對於一般的民眾 有一些鼓勵的作用 說我家有可以便宜一點 我多了一些可以用的資金 可以去別的地方玩 但是油價下跌很不巧 就是遇到疫情的狀況 疫情的狀況 大家又不想要出去玩 所以你油價跌再多 就算飛機票便宜也沒有用 因為很多地方 日本 韓國也不能去 義大利也不能去 很確定沒辦法回來 所以大家反而 對於這個油價下跌 是相對於說 就是有點賺到零用錢的感覺 說下禮拜趕快去加 加個油 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回來 但是也只能在國內 自己去旅遊 去玩 如果之後的振興 頂用券有下來的時候 可能帶全家出去玩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賺回來 就是不無小補的感覺 但是對於整體經濟 整個服務業 或整個消費市場來講 我覺得就是一點 小小的活水 但是不能代表說 有辦法激起整個市場的行情